哈喽大家 今天是一个小件的开箱 今天没有戴手套了 因为这个我是要保养一下 手镯 嗯 还有点凉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镯 看一下这个手镯整体的样子 今天录视频呢还是撸起袖子来的 一会戴一下看一下 那这个 要先看一下真尾 没有问题 即便是这么小的手镯呢 它也会有刻印 年份刻印在这个位置 素尼感还是挺舒服的 嗯 不是很重的那种 但是呢 整个这种反馈吧 这种反馈是很舒服的 嗯 这个手镯呢是一个M码的手镯 可能大家在市场上 建了很多S码的 包括之前的我们店里面 也会有很多S码的 那可能会有很多限制 那这个手镯呢是因为男士想要购买的 我帮他调货过来 呃 看一下 我好像第一次戴这样的手镯 因为这个是我要湿袋一下 然后我要清洁保养一下 然后再到时间之后再发货给新主人 哇 我带有点紧呢 嗯 能戴上 能戴上 但是呢 就就就相对会紧一些 可能呃 让别人帮忙来戴的话可能会更容易戴得上 哈哈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手镯 我戴法对吧 没错吧 好 一个 呃 黑色银扣 那这个皮呢 内里部分看起来像是swift皮 呃 外面的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是box皮的 嗯 从这个纹路上来看人家是box皮的 好的 那手镯没有问题 M码的据说是17厘米的万周 可以戴这样的手镯 这个小哥在之前呢已经试过万周 应该是17厘米之内的 呃 戴上应该会是略微的松一点点 就是比较恰当的 好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手镯 然后没有任何的包装 嗯 没有任何原装的其他的包装 所以在二手市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需要 呃 拿东西来看他的真伪 而没有办法通过其他的 比如说小票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内容去判定真伪 所以 还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经验积累 然后需要细心耐心 呃 当然了这个只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稍后会给到其他的监定师 呃 一些图片 共同来判定这个手镯的真伪 那大家从啊 字幕可以看到是否已经确定是正品了啊 好的 嗯 大家会觉得会喜欢这样的手镯吗 这手镯对于这个 这位这位男士啊 是是还蛮 怎么说呢 蛮有意义的就是 那这个是他的第一件爱马仕的 小物件 哈哈哈 手镯 希望他会喜欢的啊 可以从镜头上先了解一下啊 呃 描述一下吧 我目前就肉眼来看呢 其实这个佩戴的痕迹是有 但是 并不是说非常非常重啊 95芯以上是有的 呃 基本上就是皮革加金饰的部分嘛 那皮革我是可以来保养的 那就目前来看 它的油脂含量还是很高的 呃 并不会 并不会很干那样的啊 毕竟也不是说很多年 可能这个真正带的时间 并没有像啊 方框Q克那么久远啊 那 金饰部分 其实整体 其实很多时候是看整体了 细小的话很是有 但是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nice的 嗯 好 一个小家开箱 明天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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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